因为我刚开始82年进大学选了计算机 当时对计算机也是一的无所知 几乎是一无所知 所以也是命运的安排 然后选了现在目前做的方向 做并营计算 或者是叫超级计算 或者是分布设计算 到后来云计算 大数据 一直到我们数据驱动的智能 那等等这些 我们要选一些点 能够尽快流出TOPO 像我们从FST的角度 比如像微电子 那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了 最近成立的智慧程序物联网 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 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一些 像能工智能啊 那等等这些 那都是说我们有一些可能 能够来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来做一些 比肩世界零星团队的一些技术 我们并不能决限于 自己的澳门本地 比如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 去大陆去世界各地 然后呢创造了很多的工业界的机会 去在其他地方 我们就业 或者是我们在培训 或者是说我们的一起实习 并不是决限于我们澳门 利用这种实习的机会 工业界的机会 还有研究的机会 能够来提升我们的教育水平 我们的说明就是 地区火力带和联合 是不是 你 可以 我们